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一月十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新冠疫情又捲土重來 機關署公佈 上個星期新增515例新冠本土併發症 並新增48例死亡 都創下四個月以來新高 機關署預估 新冠和流感疫情將在過年前一週達到高峰 新冠每日確診上看1.5萬人 而流感單週就診可能會來到15萬人次 有醫師提醒 舊版的新冠疫苗保護力不足 建議民眾儘快去接種新版的XBB疫苗 9號開打 提供12歲以上民眾疫苗接種多一種選擇 台湯醫院上午100個預約名額 已經被搶掛而賣 之前人家介紹說吃蛋白的反作用 或副作用會比較輕 所以就來打 之前打的疫苗就是高端嘛 吃蛋白疫苗 所以說我覺得這樣子技術比較成熟 我打起來自己覺得風險會比較小 民眾搶打疫苗不是沒有原因 機關署公佈上週新增515例新冠本土併發症 創五個月以來新高 而且上週新增48例死亡病例 也是四個月以來新高 其中一名40多歲中部男性 本身有慢性病史 從來沒有接種過新冠疫苗 去年12月上旬發病確診 住院三週就因為新冠肺炎 合併呼吸衰竭而死亡 他其實沒有接種過任何一劑的 新冠肺炎的疫苗 那所以在這樣的狀況 加上說他又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 所以感染新冠肺炎之後 造成重症跟死亡的風險 當然會大幅的增加 不只新冠流感疫情也加速升溫 機關處表示 寒流接連報導 加上疫情解封後的免疫負債 接下來三週新冠和流感疫情 都會持續攀升 預估春節前 也就是一月二十八號到二月三號 當週新冠和流感疫情將達到高峰 新冠的這個單日的平均就診人次 可能會上看這個一點二到一點五萬 那另外在流感的部分 可能在單週的這個類流感 就診人次會到十五萬人次 機關處提醒過年期間南來北往人潮移動 加上開學效應二二八廉價等因素 過年後新冠和流感可能還會有一波高峰期 而且新冠JN.1變異株 可能在春節期間成為國內主流變異株 因此呼籲民眾盡快接種流感疫苗 以及新版的XBB疫苗避免感染後 並發重症及死亡的風險 記者臺灣立法院昨天召開臨時會 邀請行政院長陳建元針對高端疫苗採購合約的爭議 進行專案報告 而立委最關心的是什麼時候公開合約內容 陳建元則表示 政府跟高端有簽訂五年保密條款 如果要提前公開 必須要高端同意 但是他強調 合約內容沒有不可告人之事 到立法院臨時會進行高端專案報告前 陳建仁先強調高端合約合法 再也立委則聚焦高端採購合約 何時公開 但因涉及簽保密條款五年 陳建仁強調政府要對高端有誠信 也和立委爭鋒相對 聚集的要求聚集的來去溝通嗎 陳建仁表示立院調閱小組監察院跟檢調 都有看過合約 重申政府態度也是想提前公開 至於有立委質疑高端二零二一年重訓指出 合約不公開是依採購機關的要求 衛福部長薛瑞源否認 還對提前公布合約表態樂觀 不過立委也質疑高端股價波動導致散戶損失慘重 陳建仁回應新藥研發股價本來就會上上下下 若有涉及不法情勢 檢方也有在調查 針對外界質疑高端發出五點澄清 其中對於高端新冠疫苗採購合約是否公開 高端表示為符合公司治理運作 跟保障四點六萬名股東權益 將依法召開董事會討論決議 記者歐榮張明如台北報導 讀報時間來看到 中國時報是 美國政治風險顧問機構歐亞集團 公布2024年全球十大風險 而美國國內政治惡鬥 是排在第一位 報告舉出 美國十一月總統大選 只會令政治分歧更加惡化 自由時報報導 財政部昨天公布了去年十二月 出口三百九十九點四億美元 創十六個月新高 而一整年總出口規模也創下史上第三高 財政部表示外銷景氣正在回溫 而聯合報則是提到了 主計總處最新預測顯示 去年全年經濟成長率下修為百分之一點四二 是十四年最低 也是蔡政府任內最差的成績 同時國人貧富差距日漸擴大 去年家庭每戶所得差距六點一五倍 加上通膨吃掉薪資長漲 導致國人痛苦指數跟著飆高 看完報紙重點 繼續來關心 國防部昨天首度發布 國家級警報 表示中國發射衛星火箭 飛越台灣南部上空 而總統蔡英文強調 是衛星不是飛彈 要民眾不要緊張 總統府研判 參著國際友方情資評估後 研判可排除政治企圖 而至於防空警報當中 國防部中英文用字不同 中文寫到衛星 英文則是用飛彈一詞 國防部也為此道歉 手機連續響起國家級警報 國防部連三次試警 中國在九後下午三點零四分發射衛星飛越 台灣上空 請民眾注意安全 這也是國防部首度因為中國發布的防空警報 而發布當下總統蔡英文正在高雄替立委候選人站台致辭 他也要台下民眾不要緊張 這不是飛彈 國防部昨晚也發布火箭航線示意圖 說明中共在四川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發射成真載運火箭 因為偵獲飛行軌跡與原先美國公布的路徑有所差異 飛經我國防空識別區 台南台東上空 才會透過簡訊方式提醒國人提高警覺 不過由於警報中文是衛星 英文卻用MISO一度誤以為是飛彈 讓行政院長陳建仁第一時間在立法院回應 禁食口誤 國防部承認疏失並且致歉 而這次發布警訊民眾一度慌亂 加上適逢大選前也有人質疑是否需要在此時發布 不過學者認為有提醒民眾注意必要 一方面是他自己本身發射衛星的需求 但是另一方面 他其實衍生出對臺灣的威責意涵 總統蔡英文也在臉書表示 民主社會就是要公開透明 學者指出也不能夠完全排除 中國利用發射衛星來混亂臺灣 而日本面對飛越上空不明物體都會發布 國家級緊暴 以後民眾也能夠更有警覺意識 記者韓英朋友組陳修林吳琪稱 台北報導 選政倒數最後三天 藍綠白三黨的總統候選人 昨天分別選在雲甲南拼場 民進黨賴清德給出三個承諾 要打造民主和平臺灣 國民黨侯友宜喊出藍白共治 選票要集中 而民眾黨柯文哲則說 國家級警報不能淪為放羊的孩子 選政倒數藍綠白各陣營九日 分別在雲甲南拼場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在雲林胡委舉辦奏事大會 除了幫自家立委拉臺聲勢 也對支持者許下三個承諾 希望民進黨國會要過半 國家政策才能繼續前進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賴友宜 則在嘉義本命區舉行造勢晚會 現場請來當時就讀嘉義東時國中的班導師 以及十一位曾經交過侯友宜的老師力挺站台 大打溫勤牌 侯友宜也喊出藍白共治 民眾黨柯文哲持續在台南進行車隊掃接 9號從關廟出發 依依和支持者合奏 對於國家級防空警報是不是借選手段 柯文哲則回應 國家級警報不能淪為放羊的孩子 柯文哲認為兩岸應該要建立熱線管道才不會發生 類似狀況 侯友宜認為國安單位應該要在24小時內調查清楚 公布真相 賴清德則表示 人民有知的權力不認為會影響選舉 記者韓銀朋友組朱鳳之五起稱 綜合報導 選戰倒數時刻 三位副總統候選人也全力出擊 國民黨趙少康向郭台銘喊話 要趕快出面表態 而民進黨蕭美琴是到台中陪立委候選人掃接 民眾黨吳欣營則是喊出 臺灣的經濟一定要翻轉 沿路向民眾致意 路邊則有人揮舞國旗回應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到新莊 扶選小機車隊掃接 強化陸戰 為大選拉臺聲勢 選戰倒數八號侯康臺中造勢 卻模擬宣誓就職引發議論 趙少康澄清是宣誓政見 展現決心 並再度 向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喊話 趕快出面表態 比出外星致意 支持者也在路邊熱情揮手 民進黨蕭美琴到台中拼路站 幫立委候選人蔡其昌 林靜怡浮選 用戰貓的魅力催票 對於韓國瑜稱礦工之子 也要靠中華民國保護才能當副總統 小美琴批評是含有歧視性的講法 強調選舉就是競爭關係 會全力以赴 對這些含有一些歧視性的講法 都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我們臺灣努力的 就是要創造給大家都可以有自己夢想的機會 跟支持者熱情急掌 民眾黨吳欣營到桃園陪同自家立委候選人賴香菱掃接顧票 只是8號參加網路節目 不只打鼓跳舞 猜物價時 猜名牌包很省準 猜北市套房房租 就落差有點大 也引發討論 吳欣營表示 在物價狂漲時代 重點是臺灣經濟要翻轉 吳欣營強調自己有在網路開節目 討論綠色驚人 主權基金 中美地緣政治等 歡迎大家點閱認識他 記者綜合報導 日本進口草莓受到不少民眾喜歡 不過食藥署公布最新一週的檢驗結果 又發現有五批農藥超標 因此決定祭出最嚴格管制 1月12號起針對五家有不合格記錄的製造廠 全面禁止進口一個月 日本進口草莓又大又甜 一直以來都深受不少臺灣民眾的喜愛 但日本草莓農藥殘留石油所聞 9號食藥署再公布最新一波邊境查驗不合格的名單 由蜜蜂生鮮實業有限公司 續創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湧泉水果有限公司 自日本福岡 奈良 雄本等地進口的日本鮮草莓 各自被檢出 殘留農藥不合格 食藥署表示日本草莓的產季為每年11月到隔年的4月 由於日本草莓頻繁違規 光是上一季就有26批不合格違規的比率偏高 除了去韓日方要求改善以及說明外 也從去年6月開始到今年的4月底 在邊境對日本草莓採取最嚴格的百分之百 逐批抽驗 監視查驗做法 事實上日本草莓會一直傳出不合格 就是因為台日使用農藥的標準不一樣 像是這回驗道的佛尼庵 國內殘留容許標準為0.01ppm 雅滅培 滅派林容許量為1.0ppm 鹿芬龍容許量為0.5ppm 都比日方標準來得嚴格 醫師就建議民眾都要吃得安心 不論是草莓或是其他水果 食用前最好以流動的清水 清洗10到15分鐘 而且草莓因為表面凹脫不平 可以使用軟毛刷輕輕的刷洗 都可以大幅降低農藥的殘留 記者我有張國良推報報導 有民眾在台北好序多的內湖門市 買排骨回家燉湯 結果10歲的女兒吃了覺得舌頭刺刺的 仔細一看 發現骨頭裡面竟然藏有刀片 而到底是什麼原因還在調查 仔細看一大塊豬肋排骨上頭竟然插著一片 長約一公分的銳利刀片 會有這離譜照片是有民眾日前到台北市內湖好市多 購買豬腹鞋排切塊回家煮湯 家中女兒連吃兩塊排骨 卻發現裡頭藏有刀片 讓民眾氣得PO網 無法想像的小小孩 如果入口這種刀片排骨會發生什麼事 直呼好市多的品管需要被要求 事後好市多發聲明回應廠商切塊包裝後送到賣場販售 初步判斷骨頭上的衣物可能來自鉅骨肌的鉅條 但從保養維修表來看 沒發現鉅條設備損壞 北市衛生局表示 好市多這款肉品是由屏東一家食品工廠進行分切 再運送到門市販售 不過業者目前不願意回復 北市消保管建議民眾可以提起消費爭議申訴 目前屏東縣衛生局現場稽查這間食品工廠 機械巨條刀片沒損壞 金屬檢測記錄無異常 呼籲業者落實自主管理 維護飲食 衛生安全 記者 郭俊麟 台北屏東報導 素有五月血之稱的油童花盛開很美麗 但是果實油童子可是有毒性 苗栗泰安傳出有五名國中生 因為好奇悟食了油童子之後 陸續出現腹痛 嘔吐等症狀 緊急被送往急診 目前三人返家休養 還有兩人住院觀察中 救護車接獲通報後趕往學校 將傳出身體不適的學生送醫 學生雖然意識清楚 但都有腹痛 嘔吐及頭暈等症狀 原來他們是吃了從油童樹上 吊起來的油童子 苗栗泰安一所國中 八號下午有五名學生在下課時間 看到油童樹吊起來的果實 好奇嘗試吃看看 當天傍晚就出現身體不適的症狀 緊急送醫後三個人返家休養 另外兩人還在觀察中 學者表示 油童子具經濟價值 大多用於生活上的塗料或是均需品 由於是大幾顆的植物 當中的銅酸和造素具有毒性 午時後大約幾個小時 就會引發腹痛 喉嚨痛等不適症狀 學者提醒 這類植物如果攀折下來 會出現白色的乳汁 如果悟出 應該盡快洗手 也提醒民眾不要食用不敏的果實 確保安全 記者林健森 彭煥群 苗栗報導 美國國安體系被質疑 出現了重大漏洞 國防部長奧斯汀元旦開始住院 還住進了加護病房 而拜登總統一直到第四天才被告居 他的職務代理人副部長還在國外度假 也是到四號才知道 事件引起了國會兩黨炮轟 而昨天美國五角大廈揭露 國防部長秘密住院的原因 是去年十二月初發現罹患了社護性癌 不過他並沒有辭職的計畫 國防部長這次住院期間從未失去知覺 也從未接受全身麻醉 美國五角大廈九號說明目前還在華特里德 國家軍事醫學中心住院的奧斯汀病況 他與幕僚保持密切聯繫 藝能才是國安國防重要決策 白宮和五角大廈將對奧斯汀引力住院進行調查 總統拜登過去將近一個月來對於自己的國防部長罹患癌症毫不知情 白宮認為奧斯汀有這樣的疏失不太好 今年七十歲的奧斯汀在美國軍事系統中發號施令的權限僅次於拜登 他的職責是隨時準備應對任何國安危機包括核武攻擊 然而這在重症加護病房中是很難做到的 奧斯汀是在去年十二月初例行檢查時發現癌症 隨後微創手術順利並很快就回家休養 但二十二號出現噁心腹部臀部腿部劇烈疼痛等病發症 經診斷為尿道感染 元旦住院一位二號轉移重症加護病房 包括前總統川普在內等多位共和黨人呼籲開除奧斯汀 五角大廈表示奧斯汀沒有計劃辭職 拜登目前也沒打算這麼做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 美國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機 日前在飛行途中發生艙門掉落的驚魂劑 所幸最後是平安降落 而另外一架聯合航空相同機型的飛機 檢查發現有好幾架的艙門也有螺栓鬆脫的情況 因此業者決定要擴大檢修與停飛 根據路透社等外電報導 阿拉斯加航空1282航班傳出客艙門板脫落事故後 雖然最終平安降落 無人傷亡 但機隊中的65架737 MAX 9客機全數停飛 影響140一個航班 佔總數約20% 另一家大客戶聯合航空也停飛了79架同型客機 被取消的航班多達226個班次 佔總數約8% 另外印尼民航單位也要求獅子航空等 擁有737 MAX系列飛機的業者暫時停飛 波音公司宅體客機的王牌737家族 最新的MAX系列在設計上 為了讓客戶能安排更多客艙座位 改變了客艙逃生門的設計 但這也成為目前的問題所在 兩家業者在隨後的檢查維修中 發現客艙門板的螺絲等零組件有鬆脫現象 這是否與波音工廠的組裝流程問題有關 還有待詳細調查 另外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指出 目前美國國內航線的座艙通話記錄器 每隔兩個小時就會把先前的錄音內容洗掉 導致後續調查的困擾 公視新聞徐佳仁編譯 關心天氣 接著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公視首語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